来看到虽然MERS疫情尚未平息 但是南韩世界大师协会举办的驻韩外国大使馆节 今年依旧在首尔市中心的光化门大广场上 举行一连三天的园游会活动 而驻韩代表部特别在台湾馆 布置了台湾观光吉祥物欧雄 以及丁三太子吸引众人目光 由南韩世界大师协会主办 韩国外交部首尔市韩国观光公社协办的 2015驻韩外国大使馆节园游会 在舞者优雅的表演中开场 虽然今年南韩被MERS疫情笼罩 但是一连三天的活动 依然有50多个国家 在首尔市中心的光化门大广场上 设置约110个摊位 以行动激励韩国民众的士气 开幕典礼盛大而隆重 除了有经典的韩国传统舞蹈 还有祈福仪式 街舞 时装表演等 充分展现韩国文化特色和风情 今年由驻韩代表部负责的台湾馆 由观光局驻首尔办事处主任黄怡萍 率领台湾观光吉祥物欧雄 以及殿一三太子在现场作证 吸引来自各国的游客合影留念 台湾馆特别主打台湾之美 希望透过美食以及文化之旅 打造不一样的宝岛行程 现在是在首尔光化盟的广场 我们每年都在这里举办大使馆节的活动 今年有备以往年我们以台湾美食为主的主题 今年我们是以推展台湾观光之美 来作为我们的主题 希望把我们台湾最美 最人文 以及我国的软实力 以最完整的方式来表现出给韩国的友人 韩国MERS疫情延烧 台湾富含观光行程也大量取消 第二度邀请我国参与活动的南韩世界大师协会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让驻韩代表部 有机会宣传台湾旅游 也期待台韩观光交流早日恢复正常 台湾宏观电视黄群 韩国首尔采访报导